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它放了一张什么呢 谈鱼 谈鱼啊 那个是好像谈鱼 很早之前的一个就是很多家都有这个 你想想看 它那个形状是不是有点像果蓝 还真是 是的 而且如果你现在放在看的话 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高端的果蓝 它是一个花瓶样的 是的 没错 所以当时这张图在网上流传了很多 然后很多朋友都会就是太尴尬了 就是大多数中国朋友可能会觉得说 看到这个果蓝的造型 而且它是一个这种花瓶样式的 这种果蓝造型的一个谈鱼 关键是很多外国人会信了 他们真的相信 对 没错 然后大家可能就是有过这个 使用谈鱼 就是看到过谈鱼经历的这个人 就会觉得好尴尬 这怎么放生果呢 确实大家可能在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都会为之一阵吧 露出一个不失礼貌的微笑的这样的感觉 而这个果蓝的售价呢 另一方面就是啊 它高得让人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形容自己的心情 它要60多美元一个 60多美元 好几百块了 我的天哪 好几百块一个 折合人民币就是400多了 港币可能要500块了 在商品介绍里边 它是这么写的说 这个物品啊 它是可以盛放这个水果和蔬菜的一个工艺品 哦 它是有一个成物的功能了 对 它是有成物的功能 但是都把它放在一个工艺品 然后怎么描述它呢 说它是适合宴会等场合 就是你在家里接待朋友的话 你就放一个谈鱼 然后在桌上把它放水果 还是一个宴会功能的 这要是在中国的普通家庭里面 放置一个这样子去宴请宾客 我的天哪 真是不可想象 所以说这个文化上的这个misunderstanding 真的是很有趣 它呢这个放出来以后啊 几乎是没有成交量 也有大量雷同的页面 而之后被证实啊 这是一起盗用他人的国内营业执照的一个开店的行为 终于真相大白了 然而在这个亚马逊上这样的网站 各种各样的中国产品正在受到空前的需求 也有导致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多的一些卖家 那外国人从他们的手上买到了各式各样的中国货品 而像抖音博主拍这些视频带货这样的套路 其实现在已经在全世界都通用了 很多外国人都特别精明啊 他们善于从那些来自中国的电商平台上逃货 那不光买到好吃好喝 还发现巨大的一个差价的新大陆 来自南京的一个跨境电商时尚网站叫sheying 那么他就是靠着这个低价策略征服了欧美年轻人的心 你可以在这种类型的网站上面售卖 中国衣服鞋子甚至是没有中间商的这个赚差价 那么售金啊出售价格只要十多块美元 在网络这头下单之后 另一头就从这工厂直接发货了 比外国人在当地华人开的店里边 购买东西要便宜得多 又方便又便宜 其实啊在去年以来中国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口罩输出国 您说这个口罩这个每天的用量得多大呀 这个外国的疫情爆发之后 口罩也是一度短缺 那么在电商平台之上寻找发货地 是中国的口罩 也就是成了很多外国人的救命稻草一般 一盒50只装的普通衣柚防护口罩 售价是14.99美金 也算是一个非常良心的价格了 那么除了这些衣服呀鞋子呀 还有一个小众的领域的变美单品啊 人气也是非常的高 是什么呢 就是许多黑人女性的老牌购买项目 假发 我觉得这个是老 您一说到这个很多女性的这个老牌的购买项目 你就可以想得到是假发了 因为呢这个在很多就是国外的这个女性 她这个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女性 她的必买项目一定是假发 因为在美国或者非洲呢 黑人女性她会用不同的颜色的假发来变换造型 她而且很多就是说像这个年轻的 后来现在就是年轻的女孩子 她们在出去参加活动啊 或者在去party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假发 因为她想要变换造型啊 对你要变换造型就要有长短不一 然后颜色不同 对 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的普遍的一个东西 而且是一号品 所以很多人都会背上家里 基本上三四套是很多的 我自己在上学的时候就看到我的室友 他有大概七八个就放在 我说你为什么总买这个东西 他说难道你不买吗 对啊 我确实也没有买 我只是觉得原来大家就是 这是一个常备品 就像你的护肤品一样 因为然后几个月他们就会换 那以美国为例啊 一套长假发的价格 大约是要500到600美元 但在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 快速买的这个平台上 一个中国假发就是十几美元了 哇这个五六百美金 一顶假发真的好贵啊 是的 那么包括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小物件啊 手机壳 手机充电线 贴膜 这样子我们在身边经常能看得到的 这些小物件 在国内啊几十块钱就能搞定一套了 但是在国外啊 这些东西的单价都是非常的贵的 就比如说啊 一个在国内卖15块钱的一个手机盒吧 到了国外的商店之后 要卖25美金啊 不是翻倍 简直就是翻天了 这些购物小能手们能想到 在这个速卖通这样的网站上来团购 一次就买上个十根八根吧 你可以买了以后还可以送人呢 是不是反正又不贵 竟然还送了两张质量还不错的手机贴膜 你说这是不是赚到了呢 国家品牌的手机呢 也许是许多外国人想要绞尽脑汁 想要逃的一个东西 因为像华为这样的品牌 很早就进入到欧美地区的手机店了 一部分人觉得挺贵的 不如花点时间等待中国网站上买一部分 更便宜的 有许多国外的科技宅们 他们非常致命于内地的一些科技产品 比如说最新的 因为内地比较很多都是这个 推出新的以后普及应用 对 那无人机平衡车 比如说像智能手环等等 这些都是他们今天要细选后 眼巴巴着就要等着快递来的这个物件 原来他们也是天天在等快递 对 那么最近又很火的一个 某品牌的电动车 也是让外国的科技迷们 正在盘算着如何海淘更划算 这款车子呢 它的造型呢 跟什么呢 跟摩托车是差不多的 就是那种趴着骑 然后非常拉风 有点像那种哈雷 那种哈雷就声音特别大 对 就是那种趴着骑 哎呀特别拉风 那么这款车啊 在欧洲呢 最便宜其实也要2599欧元 折合人民币插播是2.6万元了 那么在国内啊 一台这个售价只要3000元左右 那么再加上这个配置 几乎就是它的一个领头 我也想我要是外国人的话 我要是知道这个中国有卖这么便宜的东西 我也会小方生化的去海淘一个过来 当然了 这个前提就是说 在合理合法的这个情况之下 也不能违法 所以在国外 尤其是欧美国家呢 老干妈 它不仅是留学生的亲妈 你要说必备的一个做饭神器 肯定是老干妈 也是众多老外 他们特别想要去月月仪式啊 这个调料 一瓶老干妈在国内 大概是要卖十几块钱嘛 亚马逊上卖多少钱呢 11块9毛9美元 价格是5倍 而这个是个正常价格 在美国的华人店里 你也要这个价格 那没有抵挡住常鲜的诱惑呢 西式酱料做摆盘太常见了 老干妈辣椒酱摆起来 一点都不差 对啊 还有中国年轻人的养生方法 就在保温杯里面泡枸杞 这个小小的红色果子 其实已经早就被 外国的健康杂志所介绍了 养生就是不分国界的 一盒北京同仁堂的冠装枸杞 国内是卖48元人民币 那么在亚马逊上面卖多少呢 29美金保有 即便如此 还是比去有机食品店里面 要买的要划算得多 没错 我们平时头疼脑热的时候 喝个板栏根 穿背皮包糕 这些都是不少老外眼中的 东方神药 一番板栏根的评论都是觉得 哇 喝完睡一觉感冒就好了 那有的朋友就会说 我在医院工作的 我是在医院工作的护士 每年冬天我都要买这个 来预防流感 还有就是一些家庭主妇留言 说流感机的时候 必须要在家里 给孩子囤几个穿背皮包糕 最夸张的是在美国被炒到40多美金的 一瓶缓解喉咙的不适的法宝 就是这个了 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的幸福 那么之前我们也说到 亚马逊只是中国商人在全世界的一个布局缩影 他们当中真正的佼佼者 早就已经直接把国内的电商模式复制到了国外 让外国人也是用中国的方式日常买买买 阿里巴巴旗下刚刚说到的这个速卖偷 算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跨境电商网站了 在俄罗斯 西班牙等国家 送卖通也是靠着便宜的假发 女装 来打开了市场 近几年又有许多进驻的商家 也在努力地打造着自己的品牌 让中国制造变得更加有设计感了 虽然说疫情阻断了我们到别的国家的旅行交流 还有消费 但是这一搜一搜的货机 还有一件件的集装箱 从来都没有阻断中国制造的前进的步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